位在南投的水里民生橋 現在正在進行重建工程 但是受到了颱風影響 水里溪暴漲 溪水是不斷沖刷 就擔心岸邊的土石會被掏空 公所是趕快請廠商來進行了加固工程 不過是在同樣的地點 竟然有民眾冒險涉水 想在岸邊捕魚 玩命的行為讓人傻眼 溪水夾在泥沙不斷沖刷 滾滾河流水勢湍急 不過竟然有民眾穿著羽衣羽鞋 收聽籃子冒險涉水 只為了到岸邊捕魚 甚至無視湍急水流越靠越近 只為了撈到更多魚 白色大袋子裝了滿滿一袋魚 民眾大豐收滿載而歸 但玩命行為也讓人看傻眼 不要冒著生命危險 為了騎騎騎隻小魚 就來用生命來喚起危險 誇張捕魚行徑發生在南投水里 受到颱風影響水底溪暴漲 就怕正在重建的民生橋 吐屍被洗水掏空 相關單位趕來勘災 出動大型機具借掉小撥塊防洪 南投山區降下大雨傷同地點 有人勘災有人撈魚 呈現兩樣情 記者文維菲威獸羊羊極南投報道